亚洲方面,台湾排名稍微下滑至第27 今年东亚第一的宝座由新加坡拿下,排名第25 日本位居第47,韩国第57 联合国永续发展网站日前公布2023全球幸福报告 分来以7.80四分残忍全球最幸福国家榜首 连续6年称霸,前10名国家几乎都是欧洲国家 而许多人移居首选的加拿大位居第13 美国第15,英国第19 亚洲方面,台湾排名稍微下滑至第27 今年东亚第一的宝座由新加坡拿下,排名第25 日本位居第47,韩国第57,中国第64,香港第82 而前10名国家的幸福指数得分相差不到0.7 相对紧密,然而,垫底的10个国家得分差距较大 例如阿富汗和里巴嫩相差超过0.5 该报告的幸福指数是根据人均GDP 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能否自由做出生活选择 慷慨捐献以及免疫腐败等6个命向评估 数据涵盖2005年至2022年 而去年,2022年的世界幸福报告显示 台湾排名第26,尽管比起2021下降两位 但得分较2021年上升0.05分 达6.51分,残联东亚幸福感最高国家 在2022年的报告中,芬蘭能评为全球最幸福国家 丹麦位居第二,冰岛第三,瑞士第四,荷兰第五 中国排名第72 台湾的幸福感优于周边国家 如新加坡、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和香港等 该次排名中,阿富汗、里巴嫩、星巴威分裂倒数前三位 而2022年的报告 俄罗斯在资料搜集期间尚未侵略乌克兰 因此两国排名未受战争影响 分别为第80和第98名 但出乎意料的是 战火持续延烧的状况下 两国在2023年的排名却都向上提升 乌克兰排名提升6名 从去年的98名上升至92名 俄罗斯则从80名上升至70名 中关2022与2023的报告 过去10年间 幸福感增加最多的国家为塞尔维亚 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 而幸福感下降最多的则是里巴嫩 委内瑞拉及阿富汗 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压力 忧虑与悲伤呈现长期缓慢上升趋势 而生活享受则略有长期下降趋势 总结来看 2023年世界幸福报告显示 芬兰继续成年全球最幸福国家 欧洲国家几乎垄断前10名 台湾排名烧降 但能在东亚地区保持高水平 阿富汗 里巴嫩和星巴威位列倒数前三 俄罗斯和乌克兰尚未受战争影响 过去10年来 全球幸福感的变化反映出人民生活的改变 压力还忧虑持续增加 而生活享受略有下降 此新闻引起了许多网友的讨论 网友留言 亚洲奴侯是在跟人家幸福什么 来八卦版调查 才是最有公信力好吗 交通行人地域没列入评比项目吧 还蛮好笑的 不承认台湾是国家人号排台湾 听说越笨的人越幸福 被骗海邦署钱 新加坡乐道靠北到底哪里幸福了 诈骗之导都集中在八卦的意思啦 八卦版的应许之地 中国怎么才64名 这里叫习近平的脸王拉白啊 大家对于2023年全球幸福指数排行榜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V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导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